大家好,我是云飞 之前给大家出了第三方 电脑安装小米电脑管家的教程 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粉丝 推荐别人来B站看我的这个视频 倍感荣幸 同时我也注意到 有很多朋友遇到一个问题 所以咱们这期就做一个完整的补全版 从零开始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针对高频遇到重启无法连接的问题 做教程解答 结合我们之前做的NFC标签功能 来组合一碰库床 来一起完整的全面的 加强版小米电脑管家3.5 看过上一期的视频 可以直接跳转到问题解决这一趴 那么点按收藏 刚好大家应该也都放假了 可以一起来试试 小米电脑管家目前增加了机型限制 第三方电脑以及不支持的米西电脑 是不可以安装的 在开始前 我们需要卸载掉原来的小米妙想 直接下载我整理好的文件 里面包含了小米电脑管家最新绑架 下载完解压之后可以直接安装 或者也可以到电脑浏览器搜索 小米跨端互联官网 找到小米官方那个 我也会直接把网址放在视频的简介 记录拉动到最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只有4个米西电脑 有这个功能 我们直接下载 现在还是只有 12344个 从官网下载了下载完成之后 先别急着安装 我们还需要一个补定文件 补定文件的作用是免检测机型 这个文件我也会放在下载链接里面 当你把补定文件和电脑管家都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们放置在同一个文件夹 这一步非常重要 接下来步骤就是一样的了 点击电脑管家进行安装 你就会发现直接就可以安装了 现在已经免去了检测机型这一步 这个时候电脑这里会出现一个快捷方式 安装完成之后 先别急着开启电脑管家 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 小米电脑管家的快捷启动图标 右旗选择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以榜本号命名的文件夹 我们打开它 把我们下载的补定文件复制粘贴到此文件夹内 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要操作这一步 至此 你的电脑就可以完美地使用 目前榜本的小米电脑管家了 现在就可以试试联系你的小米手机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打开它了 刚才那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把补丁放进这个 以榜本号命名的地方 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延迟 大家自己截图就行了 功能有很多 融合 护床 建筑工厂 妙想桌面 电视投屏 网络协同 这个也很快 我们直接点击一下 这里就热点一起用 很快就可以连接好 上次我们已经演示过了很多功能 然后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一个调用摄像头的功能 比如我这有OBS 我们显示视频采集设备 添加现有视频采集设备 确定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云海的小米14前置 云海的小米14后置 在这里会有一个选项 是否允许要期间使用本机的相机 我们时钟允许 哇 这就和苹果的那个是一样的 苹果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我靠是打通了呀 真的打通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延迟啊 啊 我手在这 这个是非常棒的 上次我以为是不能用的 实际上它是可以用的 你看 它这里是有暂停画面预览结束 什么画面预览 我们这个也可以在手机上用了 而且延迟非常低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时间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延时 真的非常牛逼啊 然后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在属性这里 去重新给它调整 比如说前置 哇 这个功能是真的非常棒啊 外面预览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清晰度是非常不错的啊 真的很棒 这个功能是真的我是没有意料到的 以前只有苹果有这个功能哎 这个是obs可以调用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微信 我现在是没有摄像头对吧 我们切换 我们可以使用 小米14的后置 看到没 这个是我们的画面啊 是真正可以用的 然后我也可以切换我们的前置 哇 这真的非常牛 以后以后用电脑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手机的这个画面 来跟别人这个微信通话了 然后还可以使用obs 来使用小米的手机 直播啊什么的 都非常不错啊 都非常不错 到这应该有很多朋友都蠢蠢欲动了 别急 还有一个小问题 很多朋友反馈 安装的时候好好的 但电脑关机重启之后 打开小米电脑管家就没办法连接了 甚至打开软件之后 WiFi蓝牙还都出现了问题 别急 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先别慌 你需要先关闭小米电脑管家的开机自启动 然后在Windows系统的搜索界面里面搜索 控制面板 打开网络与共享中心 查看WiFi的高级属性 在WiFi属性的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此连接使用以下几个项目 我们需要勾选掉这两个选项 这是因为电脑管家在网卡驱动 驾载前就启动 从而发生了错误 可以试着在网络设置里面 许项料这两个 加快玩卡开机的启动速度 这是我在酷安的这位大佬这里 找到的解决办法 可以解决大部分观众遇到的问题 自此 你就可以无忧的连接你的手机了 但是如果你恰好有一块NFC标签贴 你做到的远不足于此 我们还可以尝试一碰库床 因为小米电脑管家 其实会自己把你正在前台运行的软件 以任务图标的形式 出现在小米的状态 所以一碰妙想 其实意义不大 一碰床显然实用性会更好一点 那么我们需要准备手机 电脑和NFC标签贴 NFC标签贴的其他功能 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视频 我们现在来开始教程 下载我提供的第二个软件 米NFC 下载后打开软件 在里面我们可以制作很多种 类型的NFC功能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第三个一碰妙想 在开始制作之前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电脑的 蓝牙麦地址 获取蓝牙麦地址的方式就是 在电脑的界面 按住windows加r输入cmd 记录命令行工具 输入命令行回车 在下方找到蓝牙麦地址 蓝牙设备连接 直接看着C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连接的这个手机 所以它这个是同步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 复制之后在这个软件中输入蓝牙麦地址 直接粘贴即可 写录直接拿这个碰一下 写录成功 它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可以一碰传的NFC标签了 注意蓬牙OS不同的设备 还有不同的触发方式 正常的有两种激活方式 以小米14为例 它是需要先一碰镜像 然后在相册或者文件管理器的界面 选择对应的文件 然后再触碰IFC标签 这样即可激活一碰黄文件 它需要这样一个步骤 然后我们就可以查看 是吧 而小米10pro 这类我自己刷的蓬牙OS 它可以直接在相册或者文件管理器内 选择好文件 直接一碰护床 直接就好了 感觉还是老的激活方式会更加直接一点 就非常的棒 不知道是不是小米为了弱化这项功能 并自己家的也没有几台设备是支持的 感觉我们第三方的电脑获得了不该有的待遇 是不是还是非常赞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一套流程下来 我们就可以体验到最新的小米电脑管家 也可以体验到 没几台小米电脑 可以体验到了你碰床 是不是非常赞 期待在你的电脑上也由此表现 希望这视频可以帮助大家 网赚小米手机 分享给你身边用小米手机的朋友 记得多多支持 我是云飞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